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,家里的马桶要怎么选择呢? 如果是上了年纪的房子,家里的马桶坏掉了,又不想花太多预算的话,可以更换一个传统的分体式马桶。 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子,且预算也比较充足的话,可以考虑选择一个质量较好的一体式马桶。 马桶的重量原则上是越重越好,一般来说马桶在50斤左右,同样大小的马桶质量越好,密度就越大,就越重些。 好一些的马桶有100斤左右,在挑选前可以颠一颠重量,感受一下。 马桶口径的大小十分重要,关系着能否排水排便通畅。 做便口为大口径排污管道,且内表面湿右的,不容易挂脏,排污迅速有力,可以有效预防堵塞。 一般来说,能容纳一个成年男人的手掌大小为最佳,您知道了吗?